奇怪 大白天的 怎麼會有一個穿小禮服的妹子 黑絲襪 長髮飄逸 還有S型好身材 坐在路邊 電線桿旁 白天猛的一看 真的會嚇到 更何況是晚上 肯定嚇到尿褲子 照片被PO網 不少網友還以為是成人的矽膠娃娃 搞笑留言是誰的女友 你老婆在路邊的垃圾車 一定是夫妻吵架 晚一點就帶回家了 真相大白 原來是塑膠模特兒 地點在臺中大甲中山路一處 土地公廟旁 佈計民眾都在猜 甲人到底是誰放的 隔壁店家老闆直接霸氣承認 甲人拿來做什麼用 老闆不願多說 清潔隊前一天上午接到民眾通報 就怕嚇到路人 立刻派遠清除 搬的時候覺得他滿重的 應該有大概40公斤左右 他應該已經有損毀了 所以被丟在那邊 因為搬起來那個頭就掉下來 他是比較高級的 那種展示型的 不管他經歷了什麼 最後被主人丟棄 隨意把大型物品放置在路邊 清潔隊將開出一千兩百元 到六千元罰款 記者黃昌鳳 李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